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去的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古春洛乌斯库里 从Mestia到乌斯库里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主辆车需要200拉里 所以早上我就到车站等可以一起拼车的旅客 等了一个多小时 遇到两个也想到乌斯库里的以色列人 就这样我们一起往乌斯库里出发了 在半路停了 拍照 有两个雪山 乌斯嘛 它叫乌斯嘛 我是听他们讲才知道 好冷 我好美 我们去乌斯库里的途中 来到这个小的羌村 要去乌斯库里的路上 这里被困在这里了 看一下 车坏在这里 如果这辆车没有清理前面的雪的话 应该也走不到了 不知道去得成吗 有可能去不成了 甚至大雪也是很高 差不多就到我的腰了 可以照顾我们吗 是的 我们在冰淇淋 好的 好的 OK Vide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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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是我们的选择 我們走六公里去城市 然後我們要走更多 然後我們要走走這條路 哪裡? 我不知道 這是很多路 對 我可以做到 這會有六公里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如果你願意 你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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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做嗎 我願意做 我願意做 其他選擇是 我告訴你 我們距離坡 我們距離坡 距離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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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個好處 現在 車走不到了 我們計劃用 走路過去 我們 我們被停在這裡了 我們想走路上去 可是 可是 他們想 不安全 如果走路上去 可能會 有危險 所以要等 等他這裡清完了過後 呃 再看怎麼樣 前面是雪崩 造成那個路 堵住了 我們想 我們想今天一定要去那裡 聽說走兩個小時 才會到 我們還是走吧 希望可以到 不能到我們就回頭 他電話不見了 就在雪裡面 他手機 手機掉在雪裡面了 開始找 他手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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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就是這樣 你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還好路上有同伴 在以色列的朋友 你懂不懂你 中國人嗎 啊 別討論難怪 你 поговор 你.. 我.. 振成欧 出名 ани 壁中 它就是會說這幾句 中文 馬燒 瓜編 二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了 從剛才的4公里現在走到剩下3公里 可能我們還需要再走多一個兩三個小時吧 天黑前可以到是最好 都是這樣啦 這就是人生 雖然現在路很難走 可是你永遠知道前面有美景在等著你 人生不都是這樣嗎 只要的永遠不要放棄 不放棄的往前走 走了3個小時終於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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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